大家好 我是Math学员的高级讲师 周中文 今天继续跟大家一起学习 Gios敏捷开发仿垂直网站 好 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今天是我们的第四讲 主要会给大家去讲解我们的耳机模型的建立 以及我们的导入初始的数据 那么上一节课 我们带带领大家一起学习的ActiveRecord 这样一个MVC中最重要的M模型层的一些相关的概念知识 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去完善我们的这一部分知识 首先的话会给大家去建立我们的一个耳机模型 然后会最后的话会给大家通过RIC任务去 去初始化我们的一些数据 好 我们来看一下耳机的模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业务逻辑 耳机的话会是通过这个地方进来 耳机的话会有我们的一个综合排序 销量排序 价格由高到低 价格高到低 等等这样的一个排序 然后的话我们去点击的一个进去的话会有一个 这个应该是标题 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的副标题 然后一个价格 然后是我们的Carno 好 我们大概去讲解一下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业务逻辑 耳机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也是通过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Rails Generate 这样一个东西去定制我们的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地方少写了一个 一个是我们的销量 销量 SaleCarno SaleCarno Integer 然后是我们的Order Integer 这个Order是我们的综合排序 现在是我们的SaleCarno 大概这样子了 然后的话第二个的话我们会去比如说同样一个的话 首先可能教验用上一节可学个教验这个就给我们教验用上去 那么首先说我们的的一个它的一个标题不能为空 然后我们的一个副标题可以为空吧 然后价格不能为空 还有我们的一些库存 库存还有我们的销量不能为空 好 我们来一起写一下 去复制我们的文本 做一个粘贴 然后粘贴好之后的话下一步依然是去RigDB 我们的Migrate 好 已经创建好了 创建好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Let's see H.headset.6 这个地方就已经来了 那么我们一起来去看一看 首先的话我们去做这样一个教验 教验的话是我们的headset 这里是我们的一个称名称 价格 我们的一个库存 这些不能为空 同时的话我们去找一下我们的它是一个 有些是一些数字 数字我们来看一下 validation 这里放我们来翻一下 我们的应该是numeric tick 那么它那是表示我们的一个 这个数字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把这两段复制过来吧 因为刚好会用的帐 那么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首先 价格 价格一定是price 一定是我们的数值型 然后我们的库存和我们的销量呢 一定是我们的 这一个整形 刚好用的算 seal count 好 我们再来再来重新我们的一个 console c 试一下吧 headset.6 首先去看一下我们的name不能为空 price不能为空 我们的这一个库存不能为空 并且必须是一个不是一个number 我们的sales呢也是不是一个number 好 我们现在重新再来 啊 啊 啊 sales sales headset.6 h.name 等一 找一个吧 h.subname price 等于是 我们这边199.99吧 然后是我们的h.name 它库存的话 这个开始有10件 然后 这些同学们可能会问到我们的数据库出使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默认字 那么是怎么去加 我们一会再给大家去看一下 sale ok create commit 支持一下 headset.count 那么是有一个已经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的第一步建立模型没问题了 我们的校验也没问题了 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给大家去讲我们的reals的一个比较酷炫的一个功能 那么decreatement和我们的increatement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先再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的库存是有10件 h.headset.first htm 对 是10件 那么比如说我们卖一件之后 那么它就会变成9件 我们以前的话会总会大家去想一下我们会怎么去写 如果是去写sicle的话 那么有可能去update update update headset 那把cc 我们直接写 直接写Ruby代码吧 直接在console里去写 h.repost 去等于 h.repost repost-1 大概会这样子 然后h.save 大家可以看到 它虽然也是update之后这样去写 但是代码不简洁也很麻烦 我们reals里面的话去提供了我们的decreate decreatement 我们直接去把我们的这一个字段传进去就可以了 pore去 好 大家可以看到 h.reload 它就已经变成了 createment 然后h.repare 那么就变成了8 如果再来的话 这个地方就已经是去变成了7 然后再来一次的话就变成了6h.save 那么它就变成了6 如果我们是直接 如果说我们要去直接不用点save怎么做呢 reals里面有一个很比较 比较不错的地方 就说当我们打加杆套号的话 它是表示一个重视 就说这一个加杆套的方法的话 它会去引起我们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变化 需要大家去重视的一些问题 如果是save的话create 这个的话它会直接去报错 而不是去返回一个false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给大家去提一下 reals里面和Ruby里面 加杆套的方法 这个也不是是我们的一个Ruby的一个程序的一个约定 就是说我们去约定这样有重要性的一些方法 一些附作性 重要性的一些方法 我们自动的去以杆套结尾 而不是以杆套结尾的 它会通过变去去做一些交验或怎么样 那么同样的与这个相对的 我们有一个increatment increatment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我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 去直接的去给我们的 去给我们的程序的话 去简化我们的程序 同时的话也可以去封装很好的 去封装我们的一个业务逻辑 那么还更帅的一点 比如说我们这个里面上去写一个5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会去 呃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不长 它不论是1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去覆盖这样一个不长 那么就会到5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呃 第三个内容 因为为什么会加在这个地方呢 可能我们会去 比如说我们会在我们的呃 购买之后 那么我们就会去自动的去触发我们的一个 的一个事情啊 可以去用到这个地方 那么第二个的话 我可以大家去讲一下我们的req的一个任务 在zuby里面 其实这个req呢 它不是针对reels的 而是针对zuby的 那么我们简单看一下req inzuby的make standard ruby unit test replay unix make and and req file to build up a list of tasks 那么简单说就是说 Ruby是我们的 呃 req 说我们req版本的一个make 那么它主要依据我们的reqfile 和我们的一个.req文件呢 来去创建我们的一系列的任务 我们已在第一节 在第二节的时候 大家可能已经看到过了 但是可能没有太多的印象或者不懂req req-t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req-t呢 那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 呃 所有的一个 呃 我们目前所有的一个任务列表 那么可以看到这里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no clear 什么 是什么 呃 no clear吧 简单给大家看一看 文稿 orx space 找到这个地方 store machine 大家看到我这个文件 日主文件现在已经4.2兆了 那么我们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通常我们会去直接去删除掉 或者通过命令去写脚本去怎么样删除掉 但是Ruby提供了一种很方便的方式 req no clear 直接复制一下 运行 大家看到没有 同时这边就已经删掉了 而不会去删除这样一个文件 那么他只是把这个文件清空了 好 那么通过req呢 那他就可以去执行我们的很多的一个任务 那么我们还会去通常会执行另一个任务 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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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的一个动词 这个是我们httcp的一个url 然后最后的话是我们的controller 和我们的action 这个地方也会去做处理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去需要去讲的是我们的req r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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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设计1 然后呢我们有一些什么东西mobile 就只有一个 测试设计1吧就这样 然后写3个23 然后 MemoryType.create 比如说是我们的测试手机2 测试rg2 然后的话MemoryType 有一个mobile 这个地方可以直接去写mobile 然后 点 1 1 2 3 这个的话是nast 点nast 上后的话 是我们的headset 点create 测试rg1 这个是我们的16gb 16gb 这地方 加上我们32gb 这地方是我们的64gb 假这而已 这里放上我们测试rg1 然后的话是我们的 刚刚刚去我们看过 price 这三个都不能为空的 price 34 然后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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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就是初始化数据 这地方通常会给用户一个一个反馈 初始化 手机 数据 手机附件 耳机 数据 数据 初始化完毕 数据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初始化数据 初始化 然后初始化 射击数据 mobile 好 bile ok 好 好 再来一次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刚刚初始化如果是错误的话 我们下面 我们下面再给大家去讲一下我们的一个 我们下面再给大家去讲一下我们的一个 mobile 是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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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完 写完之后的话简单的去运行一下 bic db set 好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就已经会去把我们的数据创建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headset.count 好 已经有五条 那么最开始有一条 然后现在有四条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 会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